各位好,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一個月後 頑皮狗公司即將發行的 最後生還者二部曲 剛把一部曲打通得我 可以說是相當期待 可是我們在二部曲出版之前 到底有什麼情報 是可以先知道的呢? 實際試玩的內容 已經有數百個月了 自己看了這些內容 再加上一部曲的資訊 世界觀、角色介紹 崩壞的來源 劇情的概要等等的 共整理的實點 當然概略雖然不會到很詳盡 但你一定可以清楚明白 那就事不宜遲 讓我們來進入這個崩壞 且衝製人性的世界吧 第一,一部曲劇情概要 主角有兩人 喬爾跟艾莉 喬爾是一名上司女兒的單身父親 經歷20年的創傷跟痛苦 在這充滿突變的真菌 以及殘酷破壞的世界的殘害之下 當了一瓶走私客 再一次的契機之下 需要運送獲物到一個 名為火鷹的組織手上 而艾莉就是運送的物件 鬼頭人認為艾莉是免疫的 需要她體內的突變元素 才可以製造出拯救世界的疫苗 兩人從波斯頓隔離區 步入艱辛的乳層 以及克服各種不同的辛酸血液之下 終於到了火鷹的所在地 鹽湖城 之後,喬爾得知 取出突變證據 需要犧牲艾莉 才有可能製造出疫苗 但兩人經歷太多 情感也因此培養起來 因為喬爾心中而不捨 決定帶著艾莉逃跑 回去自己的弟弟 Tommy所在的據點 繼續過著安逸的生活 這只是簡易的劇情 如果你想要更細部的話 歡迎你點選右上角的影片 為了製作更完整的 第二,突變喪屍 最後生還者的喪屍 是被一個名為蟲草神器所感染的 但是在遊戲的人們 依舊找不出這個疫苗 直到最後艾莉的出現 有著不同的突變真菌 研究醫生說 有可能,但不一定 可以研發真正的疫苗出來 只是有把握 並沒有真正的成功 而蟲草真菌 其實我們在YouTube查這個名詞 就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真正存在的真菌 也確實會控制大腦 簡單來說,蟲草真菌就是孤類 散發出來一種 名為偏側蛇蟲草菌的傳播物 多數感染到小型昆蟲身上 比如螞蟻、蝴蝶、甲蟲 一開始會先破壞 不是很重要的器官 之後再開始侵略到大腦 控制他的身軀 回到巢穴進行感染 來足以繁殖 當昆蟲死後 就會在屍體裡長出真菌的牙根 散播更多更遠 丸皮狗把這個概念放置在人類身上 但是直到最後 依舊沒有講出他到底是哪裡出現 是大自然摧殘呢? 還是人為的因素 都沒有正確地明白表示 如果要我說的話 是丸皮狗想要透過最後生還者 體現出大自然即將對我們的懲罰 很殘酷 但是卻也很現實 那真菌到人體會有四個階段 一部曲有幾種喪失 跑者被感染之後的一到兩天 就會變成跑者 視力依然存在 所以看得到你人在哪裡 只是腦子已經被真菌所控制了 變得無法掌控自我行動 一週到一個月之後變成前行者 因為大腦已經被感染了 所以從眼部跟頭部開始萌芽出鼓勒 但也開始漸漸的影響視力 卻轉變有了出奇的回身定位能力 就相當於蝙蝠一樣 跟跑者不同在於 前行者會隱藏自己再偷偷地跑出來 殘殺生還者 感染一年後會變成尋身者 這種真菌感染者 頭部已經長滿了鼓勒 視力也被影響到 所以也不幾乎是看不見 但是回身定位的能力 已經變得相當成熟 只要有一點聲響 都將引來尋身者帶給生還者重大的創傷 最後變成巨無霸 算是稀有種 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才會變成這種型態 因為外表都被真菌感染所包覆了 所以用一般的槍械對他來說用處不大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就知道 真菌就是孤類的傳媒 用火焰燃燒可以說是相當的有效率 只要燒過一次就很好擊殺巨無霸 從以上推論 都是一部曲有出現過的真菌感染者 二部曲有什麼改變呢? 當然有啦 這時候進入到第三點 新型態的感染者 從實際試玩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也有新品種的感染上司 主要攻擊來源是釋放毒氣 另一種則是尋身者的強化版 先前的尋身者只要在頭部受到槍擊 就會立即性的死亡 但是二部曲把尋身者又再更進一步的強化 需要射擊兩槍才會足以死亡 我估計,因為巨無霸比較稀有 所以才會有尋身者的強化版 正確還是要等正式版才會有答案 第四,天真嗅覺系統 我們這一部曲的時候 會遇到的人型敵人也會很多 有獵人,有軍隊,還有食人族 這次的敵人把狗也添增到了團體行動 所以我們在行進路線上 會留下自己的氣味 敵人就可以利用狗的嗅覺 會因此更容易察覺到我們的位置 之後再進行追擊 那針對嗅覺系統的棘手 就更不能躲在同一個定點 利用現有的酒瓶跟磚塊等物資 來讓敵人的聽覺造成混亂 進而使出擅長的暗殺 所以在這樣險峻的條件之下 要能夠殺光所有的敵人 變得更加艱難 第五,動作與真實要素的增加 在這次的二部曲 把最後生還者打造了更像動作類型的遊戲 在敵人的近戰攻擊之下 還可以進行閃躲 不讓自己受到更強大的創傷 所以在這邊也可以得知 敵人也天真的鐵錘 會對我們造成相當大的重創 除此之外 被弓箭射擊到不再只是只有扣血 還會有箭頭殘留在體內 必須要拔除掉 才可以排除對身體技能的傷害 天真的真實性 第六,二部曲的精靈蓋藥 我們會在這個巡視 是一個安靜而且祥和的城市 友天、艾莉 以及整個鎮上 都被一樁可怕的暴行給震撼了 影響她在這裡原來的生活跟想法 之後開始生成出恨 活著不再是自己的目標 才展開了復仇之旅 作為玩家的我們 我們會深刻的體驗到艾莉 有多麼的憤怒 要讓實現暴行的人付出代價 之後會一路探索到西雅圖 並且在入圖遇到 許多不同的派系跟教宗 但因為幫派的問題 在戰略品的掠奪之下 困在這個戰爭內 而且也不會僅僅只包含了西雅圖 還會有更廣大的地圖等著我們去搜索 那綜合以上2019製作人的訪談 再結合我們一部曲的內容來看 大家有沒有在玩 一部曲到最後的時候 認為人才是比上司更可怕的存在 所以二部曲的世界 依然崩壞沒有改變 還是一樣上司跟人 在這個世界做更殘酷的血性暴力 接下來是我的初步判定 上司的氣碼會變得比較少 因為在一部曲 其實後期對上司已經是得心應手了 只會再添加上司的強大性 人的部分必定會變得更多 因為人會思考 會有更多不同的掠奪跟武器 添增這方面的多樣化 所以二部曲對人的復仇會比較多 只是這個契機點 等到發行,凌晨微開直播 陪著大家一起看 第七,武器的征服 我們在實際試玩的影片裡面 多數都是操控艾莉去尋找某個團體復仇 當然也包含了改造 武器的改造 當我們選擇某個部位的同時 右手邊就會亮起需要變更的位置 界面也會變得比以前還要乾淨 而且更清楚我知道 自己是不是點選正確的 裡面天真的 武器的瞄準、穩定度、瞄準鏡、消音器 等等的 都可以在改造桌上進行改裝 讓武器變得更加強大 第八,隱蔽 我們都知道如果要進行暗殺 都必須要躲在桌子後 或者是牆壁後 讓到敵人後面才可以進行暗殺 這次可以在草地裡面進行徒步前進 但不確定的是 只有艾莉可以呢 還是到時候有機會控制到喬爾 也可以這麼做就不得而知了 第九,包子是否變化了 我們在實際試玩的影片 都有注意到艾莉跟蒂娜去探索的同時 遇到包子便帶上了防毒面具 在一部曲都明白艾莉根本不需要戴上了面具 因為她就是個免疫包子的人 接下來是我的假設 曾經喬爾有跟艾莉說 別讓別人知道 你免疫會被當成瘋子 然後被殺 然後她必須裝得跟其他人一樣 遇到包子 必須要戴上了面具 避免被發現了風險 另一個更有可能的是 艾莉的免疫 因為時間的關係漸漸在失效 傷口也在逐漸潰爛 之後在早期被咬的位置做了刺青 掩蓋先前被咬過的痕跡 讓自己能夠在一個村落裡面 好好生活 我覺得是最說得通的兩點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區做討論 第十,討論區 我在Discord勝利了討論區 基於二部曲 我覺得難度又再提升了檔次 當遇到某個人 某個關卡 打不過的話 就可以在這邊討論 並且分享自己怎麼樣過關的 不僅如此 有些物資 像是工具等級的提升 在哪裡可以拿得到 也可以在裡面分享給大家 這樣子才不會有朋友卡關 然後求助無門 那最後生還者本身就有連線模式 可以朋友跟朋友對戰 當然也可以跟陌生人組隊 那真的找不到朋友的話 那就來我的Discord一起組隊吧 OK,那影片差不多到尾聲囉 這次的劇情跟戰鬥元素 我覺得都相當有可看性 SKY我只單獨利用了 預告、一部曲、蜘蛛王的訪談 這些資訊 來推斷接下來二部曲的內容概要 並且是杜絕所有有關於二部曲的暴力內容 想要自己好好體驗這一個故事 不要影響自己想要玩的感覺 如果你也很猶豫的話 歡迎當天的凌晨 到我直播一起看 最後生還者的二部曲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我這部影片 記得點讚、分享給其他人 再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啦 可能你應該應該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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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